眼泪是上天赐给女人的武器 你可以用它来打动江历程 各位 看来我们都对小鹿可能的离开表示可惜 那我们有没有想个车 让江走 怎么着 老地方 楼梯间 走 走 F4加1 来了 记住 江亦诚是个工作狂魔 只要你一个努力工作 也许会改变他的想法 男人都经不住女人的虚寒问了 要想打动他的心 先要打动他的问 人类是上天赐给女人的武器 你可以用它来打动江亦诚 我从没见过 技术这么彪悍的女生 我要跟他单挑 你说这种积相貌和技术于一身的女子 万一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这次的数据结构做得不错 这次呢 都是陆离做的 这小姑娘也有扎实到我的灵活 最可贵的是 真是小瞧你了 现代社会能干出这种事 你以为你是朱英台啊 哎 话没说完呢 干什么去 帮陈总还说啊 果然是为了接近陈一鸣啊 没有人能逃过我的眼睛 怪不得你追不到陈总 你 哎 当当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说吧 多少钱你才肯离开公司 不用你破费了 江总让我过几天就离职 不愧是我哥 没对你公开处刑 已经对你很仁慈了 我警告你啊 从今天起给我离乘一鸣十米远 别让我抓到 尝尝 我新玩的咖啡豆 无事献殷勤 放心 不坚也不到 就想留个人而已 咖啡可以留下人不行 我不想因为你私人原因 毁掉别人的梦想 是他欺骗我在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吗 那如果陆离走了 是不是可以替补一个其他的女程序员 你什么情况 你怎么对女程序员这么热衷啊 我只是希望从陆离开始 能让你不再钻牛角尖 OK 其他女程序员可以 他不行 为什么呀 哎 你会为了抢进一家公司 有男女装吗 不会吧 正常人都不会 除非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